好 现场消息来关心 恒春这边的风雨是越来越大 大家都忙着躲台风 但是没想到有民众 特意来到墾丁这边住宿 目的就是为了想要观浪 详细情况连线给记者林佳怡 佳怡 好 主播墾丁这边的风雨 一阵接一阵 这个风势跟雨势都有增强的趋势 那么我们在沙岛景点 这里的民宿老板娘表示呢 大家都要躲台风 但竟然是有人要来追台风的 他表示呢 有很多人打电话来 都是询问要看海景房 就是为了一股台风天 这个海景的美景 我们来听听看老板娘的访问 只听海景房 我说你是要来看台风就对啊 专程来看台风 想要看一下台风的状况 我很怕 真的 进来的话很可怕 我自己就觉得很可怕了 好 老板娘提到呢 常客因为有住过 我知道这边二楼跟三楼的海景房 可以远眺这个沙岛这边的海景 那么目前呢 也可以看到从这个海景房看出去 场面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因为呢 受到台风的影响 风浪非常强劲 海浪一波一波都打在这个岩石上 看起来真的是很壮观 所以呢 游客都想要来捕一捕美景 所以呢 老板娘提到了 今天仍然是有两到三组客人来入住 而且呢 坚持要住的就是海景房 那么他也提到了 其实在每一个房间呢 他们都有装设这个铁卷门 如果这个风速太过强劲的话 也会把这个铁卷门拉上 以免发生危险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状况 时 美国 寙 新年转变 朝